林毅被通知参加手术 却没想到在门外遇见了梁若虚 而此时一位军官打扮的人前来询问发生什么事 这位军官名叫高崇是那位大人物的清兵 刚才在会者是 李主任拿着你的缝合报告说服了苗院长 不是说这场手术最大的难点就是缝合吗 缝合的报告竟然是你出的 高崇表示自己将林毅的缝合报告发给了军区总医院的领导 他们对林毅的评价极高 梁若虚没想到林毅竟然真的是医术高超的医生 这男人的马甲也太多了就在这时苗国峰院长带着众人走过 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走吧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手术了 好 就在这时梁若虚一把抓住了林毅的时候 他放低姿态甚至带了几份哀求到拜托了 林毅郑重其事的点头 他一定会尽力的 林毅刚到准备室换上衣服 段永春便进来警告他好好旁观学习 尤其是不要乱说话 在手术室看到血腥可别被吓晕过去 林毅看着他的背影直接无语 自己得罪过他吗 毅主任 昨天遇到的段鹏就是他儿子吧 好 很快手术准备就绪 手术灯趴的一声亮了起来 已经全麻完毕的患者立刻陷入了深深的睡眠 苗院长郑重地宣布手术开始 所有人都立刻陷入了紧张的状态 开始血管置换 启动循环装置 段主任 交给你了 怎么会这样 血管已经被其他膀胀脏器挤在一起了 血管壁太薄了 根本缝不了 你说什么 连你的技术都不行 谁来都不行 段永春表示内侧的血管已经和液动脉延连 一旦下针就会发生肾露 要不了一分钟就会失去生命体征 苗院长急腹地问到真的没有一点办法 段永春摇了摇头 放眼整个华夏恐怕也没人能够缝合这样的血绵 手术室的医护人员听到这样了 全部陷入了沉默 片刻后苗院长沙哑的声音响起 终止手术吧 他安慰着重力 大家已经竭尽全力了 手术失败也没有办法 苗院长让李楚寒和林玉座表皮的缝合后 便带着众人退出了手术室 苗院长 结果怎么样 病人的情况很不好 血管已经到了无法缝合的地步 此时的高重听到苗院长这样说愤怒的好吗 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 会诊的时候明明说降低了很大的风险 怎么会连缝合都做不了 苗院长和段永春告歉的鞠躬吧 他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高重无法推开了苗院长 他现在就要去手术室看手掌的状态 梁若旭在身后紧跟着高重 他让高重冷静点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 就在高重即将推开手术室的门时 一声断鹤传了出来 多出去 病人还有救治的可能 灵异的话让高重停下了脚 而所有人都呆愣了一下 咱们先退出去 这个时候 咱们也只能相信林医生了 不可能有办法 苗院长 我们进去看看 你们两个在这待着 谁也别进去了 段永春立刻叫嚣到自己是警告医生 怎么可以不进去观察情况 高重却冷冷地拒绝 如果灵异不发华 他是不会让任何人进去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办法行不行 但现在只能试一试了 既然你说还有救治的可能 那么我不介意给你当助手 没想到你这么信任我 解惯 delic 那么我们 无 四 不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